美国国防部近日披露的报告中称,2008年几名科学家坚属协议,开始一项秘密研究,他们深入研究了各种各样的尖端太空科技,包括人类本所为人的全新空间推荐方式。 其中,提交于2010年4月的一份34页的报告最引人注目,报告的题目是取速推动,爱能量和高位空间操纵,从而是一种新型推动技术成为了可能。 报告说,到达太阳系的任何一个地方所用的时间,可以从几年缩短了几个小时,到达最近的亨星系统,也只需要几个星期,以现在的技术则要几十万年。 这项报告里说里说的新型推动技术,就是去速引擎,这个堪称终极的航天推进方式,理论上可以将航天机加速到十倍,甚至百倍于光速。 人类目前水平能达到的最快速度都没有达到光速的1%,如果你看过星际迷航,就能寻找到取速推进的踪影,飞船首先使用取速线圈,产生紫空间场。 当骑程线不对称蠕动形式,并达到一定升级之后,会成为取速场。 此时飞船就处于取速套中,从而完成超光速的星际旅行。 流磁心的三体中,出现过一种类似的曲率驱动方式,大流在书中写到,一艘处于太空中的飞船,如果能够用某种方式把它后面的一部分空间运平,减小其曲率,那么飞船就会被前方曲率更大的空间拉过去。 这就是曲率驱动,曲率驱动不可能像空间折叠那样,瞬间到达目的地,但却有可能使飞船也无限接近光速的速度航行。 图书报告中驱速推进的部分,不管是驱速推进还是曲率推进,它们都是建立在艾库比尔瑞推进模型, 在艾库比尔瑞的基础上,这是1994年理论目理学家密基尔·艾库比尔瑞在爱因斯坦厂方程和广义相对论的基础上推出的想法,其原理是将空间拉伸,这与虫洞折叠空间正相反。 通过使飞船前方的空间收缩,而后方的空间拉伸,空间便产生了褶皱,类似于水面上的波浪,飞船乘着这波浪前进,速度甚至可以快于光速,飞船左处的区域将作曲速跑,里面是一块平塔尸空,飞船在里面并非真的在移动,而是空间的连依带着它前进,所以并不违反物理学中的光速最快原则, 但就目前人类技术,它已只能存在于科幻小说中,加州理工学院动物理系教授肖恩卡·罗尔·舒卡罗,发了一条推特指出了这个工程不可行,他认为,这种设想限制重重,想要获得趋速推进,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在取速跑中产生比真空低的能量密度及负能量, 以目前人类的科学水平,根本不能产生如此巨大的负能量,以距离地球死点散去光年的半人马作为例,从地球出发的这个最近的恒星系统,用趋速推进只需几年的时间,但消耗的能量却大到难以想象, 这一套下来所需要的能量大小,大概等于地球的总质量,通过智能方程,全部转化后的能量,只是这些都是能量都是负的, 卡博尔说,这不像星战中演的那样,四星用灵数高能激光被地球大成粉碎,这时的地球完全消失,报告中也承认了人类对负能量的理解远远不够, 不过可以尝试在大型强子对撞击和高维空间中寻找答案,报告中称,通过操控11维空间,就可以构造出能拉伸的空间, 11维空间是M理论中的一个特殊构想,尽管这个提法在理论上没有破绽,但是如何操控11维空间,目前还不得而知,即使这个方法可行, 也会有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至,有研究表明,取速号中的飞船,无法向前方发送信号,这就意味着飞行员将无法控制飞船, 而另一个最趋力驱动的计算机模拟发现,在超光速飞行时,取速号,前方会堆积大量的负粒子, 飞船到达目的地开始减速时,一路上累积的负粒子,会在瞬间全部释放,足以摧毁任何与机接触的物体, 尽管迅速推进,也许会成为人类探索宇宙深处的力气,但是目前人类的空间推进技术还停留在液体化学推进器上, 20世纪初,唐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,他的著作利用反作用力设施探索宇宙空间和宇宙航行中, 计算了进入地球轨道的航役速度,7.9000mmF,并提出了著名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, 从此担开了航天推进器研究的序幕,经过一百年的发展,使用液气液氧燃料的化学推进器, 是最为成熟的技术,成为了人类摆脱地球引力,进行太空探索的绝对主力, 现今无论是我国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,还是私人航天公司, 独Space is a Falcon系列火箭都使用这种发动机, 除了常规化学火箭,科学家也在寻找更高效的空间推进发动机, 其中,电推进等离子火箭采用经过电力,并被加速到几十千米每秒的等离子, 获得的推进能力理论上最强潜燃料消耗的速度极慢, 在目前人类并没有足够的科技力量,将其做得足够大, 一般技能实现极小推力的应用,一牛顿级别甚至更低, 这对于未来的长途星际旅行作用可观, 在真空中没有阻力,即便是缓慢的加速作用, 也能在时间累计后获得相当快低速度, 目前它已经在一些大气层外的卫星和飞行器上出复运用, 出引用了鲜离子发动机的O工具地球重力场激扬流探测器, 太阳帆发动机以太阳的辐射, 压作为太空船推进力, 光是由细小的被称为光子的能量团组成的, 太阳帆的工作原理, 就是将照射过来的太阳光反射回去, 由于一个作用是相互的, 太阳帆将光子摧毁去的同时, 光子也会对太阳帆产生反作用力, 就是靠这种反作用力, 飞船便被推着前进, 太阳帆不需要燃料, 阳光就是技能源, 推进力虽然很小, 但是只要太阳继续照耀着, 太阳帆就能继续运作, 如果设计合理, 从理论上说, 太阳帆的最高速度, 可以达到光速的26000公里每秒, 可真如此, 星际航行将成为可能, 图纳米白币在太空中展开太阳反的效果图, 和曲率推进一样, 反物质推进器也是目前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概念, 不过它很可能是最先实现的一种推进器, 因为我们已经发现了反物质的存在, 反物质不明思义, 就是和通常物质质量相同定和相反的物质, 但物质有反质子, 反中子和下电子组成, 当反物质原子和通常物质对原子相运时, 会发生湮灭, 其质量会全部传化成能量, 要阻碍耶斯坦的技能方程计算, 这种能量将是巨大的, 有科学家计算, 供需17颗的反物质, 就可以把飞船加速到光速的十分之一, 从地球到半人马座, 距离地球4.3星光年, 仅需40年, 但是支配反物质是很不容易的, 目前我们只有通过搭形生次对撞机产生过反物质, 其总是还不够, 准备一杯茶, 更不用说觉察旅行了, 它不忘月经折射到的宇宙一角, 其中任何一个亮点都至少是一个银河系, 而银河系中像太阳系这么大的小星系, 都有十万亿级别, 宇宙之大超乎我们想象, 如果把宇宙大小比作太平洋, 我们的足迹仅仅是走过了十分之一个水分子的长度, 现阶段来讲, 除了八甲推进7科技外, 现实的路径是现用现有的科技, 实现太阳系内之明, 然后再实现系外扩张, 人类允许会拥有超大规模推进系统, 从而可以向银河系进发, 而要走出银河系, 常规的空间推进器就无法发挥多大效用了, 即使在速下, 也需要十万年时间, 而且非船上的宇航员, 还要受到相对论的时间延长效应的影响, 现实如果人类发明出了趋力推动和重动, 才标志着我们成为了一个星际种族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